这是我见过最为残忍的凶案 警方在犯罪协议人的院子里进行挖掘工作 寻找的是19年前一位受害人的骸骨碎片 凶手杀人焚尸后 把焚烧后的碎片扬在自家菜园 这好平常因大吉 之所以说这起凶案最为残忍的另一个原因 是凶手当着受害人两个孩子的面将其杀害 原因竟是为了拐卖他的孩子 一个母亲怀着极度绝望的心情 做了最后的挣扎 但还是无法阻挡厄运 他的孩子们被卖去了哪里 为了让深埋的罪恶重见天日 在这背后还上演着一幕幕 令人痛心的寻亲故事 1987年出生的徐扬 生活在福建福田的后鸡村 他从很小开始就经常做一个噩梦 梦中看到两个男人强行为一个女人进行注射 随后挣扎中的女人又被他们用刀扎向后背 鲜血直流的他发出绝望的叫喊声 然后他会带着一个弟弟拼命逃跑 痛心和恐惧让他失控 每次都伴随着哭泣醒来 而现实生活中徐扬并没有弟弟 只有两个妹妹 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总会做这样的噩梦 他问父亲徐金驰 父亲的回答很简单 原因只有一个 看电视看的 确实因为他小时候喜欢看一些罪案题材的影视节目 或许那些剧情停留在脑海 所以做了这样的噩梦 起初觉得有一定道理 但同样的梦境还是会不断出现 再次询问父亲 对方却显得非常愤怒 可随着自己逐渐长大 他的意识发生了变化 愈发感觉自己梦里的情景是真实发生过的 陈锋在内心的记忆开始不断涌现 他回忆起自己不属于这个家庭 虽然年幼的他不清楚自己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可从小学五年级开始 他就尽量的把记忆中自己原来的 属于另外一个家庭的回忆 给记录在本子上 这个本子没有让任何人看到过 伴随自己不断泛弃的回忆 他变得越来越痛苦 徐扬很早就不念书了 13岁开始在外打工 在玉器厂里做学徒 打工赚到的钱要先寄给徐金驰 自己每天只能吃一顿两元钱的拉面 为了不使噩梦困扰自己 他每天都睡得很晚 也开始用酒精来麻痹自己 以此来驱赶那一份似乎来自童年的恐惧 晚上不敢睡觉 多次会在乱醉 然后我就去去睡 噩梦缠绕着徐扬 熬到了成年 他开始寻找问题根源 攒下一些钱之后 曾悄悄去过江苏武汉长沙等地 并会特别留意一些村落和乡镇 试图在异乡的山水中找到家乡的样子 唤起更多的悔意 但他内心始终还抱有一丝不确定 直到父亲徐金驰做了一个极其离谱的决定 竟然想让他和家里的妹妹结婚 这印证了自己长久以来的那个心结 自己与妹妹并没有血缘关系 他也并非徐金驰的亲生儿子 徐扬拒绝了这个安排 迫切的想知道自己与这个家庭 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 他曾悄悄在村里打听自己的身世 可那些看似知情的老人 非但闭口不谈 还把徐扬打听身世的事情 告诉了徐金驰 因为村里的人大多都是本家 父亲得知以后大动肝火 甚至想揍他一顿 他开始推测徐金驰是通过不法勾当 把自己带来到这个家 再直白一些 就是拐卖来的 困扰自己多年的噩梦 或许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亲生母亲在他面前遭遇了残暴的袭击 自己和弟弟两人被坏人拐走 如今母亲和弟弟生死未卜 这个所谓的养父 其实就是买家 非但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甚至可能是自己的仇人 2009年22岁的徐扬 毅然和徐金驰断绝关系 菜腊肠和折耳根 这独特的味道瞬间让他回想起小的时候在家里吃到过 他意识到自己的家乡可能就在四川 于是他通过网络找到一个叫宝贝回家的机构 宝贝回家是一个公益性寻亲网站 主要是帮助那些被拐卖的人寻找自己的家 每年都会接收大量的寻亲信息 徐扬联系到了四川的志愿者 但因为一个梦和一些零星记忆就要寻亲 这听起来过于离奇 起初志愿者们并不准备接受 而且在他们看来 如果徐扬所说的梦是真的 那这是刑事案件 应该是去报警 而不是找寻亲网站 迫切的徐扬直接找到志愿者面谈 把这些年来因为噩梦和儿时记忆所遭受的痛苦 倾诉一番 并拿出了自己画下的资料 志愿者感到很震惊 答应对他提供帮助 他们按照徐扬所提供的线索 把相关的信息传到了网上 为了更准确的寻找 徐扬还画下了记忆中自己家乡的模样 他最先想到的场景是过节的时候 有五龙队的表演 村子里有竹林 家的后面有一个池塘 以及他曾经去上学时候的地形 徐扬还说他的记忆中 对背高这个读音的印象很深刻 根据这个读音 志愿者找到四川达县 有一个背高香 2012年9月 徐扬在志愿者的带领下来到了这里 通过派出所民警何时得知 有个情况很相近 18年前 居民陈树江的妻子和两个儿子 丢失至今没有音讯 在警员的协助下 志愿者和徐扬来到了这户姓陈的人家 但这家母子三人失踪的时候 小儿子就已经十多岁了 到徐扬找来的那个时间点 小儿子都应该是三十几岁 另外这些 当地媒体得知了徐扬的故事后 也进行了报道 希望知情人能够提供线索 离开四川后 徐扬并没有回广东 他接受志愿者的建议 认为想要解开自己的绅士之谜 买家徐金池是绕不开的关键 他决定回莆田 借助媒体的力量 从他口中获取一些有用的线索 徐扬在2009年的时候 离开后继村三年间断绝关系 让徐金池清楚 两人之间不再有亲情 也不可能再回到从前的那种父子关系 所以他面对媒体到访变得很坎诚 没有争吵和争执 又或许是看到媒体都来了 感觉事情已经瞒不住了 两人见面之后 没有一点温情 徐扬表现出的只有愤怒 徐金池终于说出了 已经保守了近20年的秘密 他说18年前徐扬是他从邻村一个叫阿和的人那里抱养的 至于徐扬记忆中的凶案 他并不知情 而且当年他也不知道徐扬是被拐的 阿和说这是他亲戚家的孩子 就这么个情况 徐扬不是徐家亲生的事情 终于被坐实了 但想搞清楚自己的真实身份 来自哪里 只有找到了那个阿和才行 可徐金池却说认得出来 为了证明自己与徐扬被拐没有瓜葛 徐金池还带着他们去找了一下 来到当年他抱养男孩的地方 不过并没有找到阿和 据村民所说 阿和已经离开多年 没有人知道去向 愤怒的徐扬默默地看着徐金池 他实在太了解这个人了 徐金池还是在说谎 不可能真的一无所知 找不到阿和线索就此中断 宝贝回家继续倾尽全力为他提供帮助 并从永永这个名字去寻找 很快又传来一个好消息 四川开江县永兴镇建口亚村 一个名叫赵大夫的村民 在18年前也就是1994年 妻子萧学勤和两个儿子无故失踪 其中大儿子的名字就叫赵永永 小儿子叫赵永宽 这个消息也在永兴镇派出所得到了证实 赵大夫和村民看到了徐扬登报的照片 一眼就认定这一定就是赵永永 很快事情在村子里就传开 寻亲之路再一次指向了四川 徐扬和志愿者们直接奔赴建口亚村 2012年9月11日早上下起了小雨 可当建口亚村乡亲听说失踪了20年的永永要回来 早都已经聚集在村口并打出了横幅 50岁的赵大夫站在横幅下面 原本妻儿失踪了那么多年 老赵早已经不抱希望 那时候他的心情已经无法用言语来表达 不久徐扬在志愿者的陪同下赶来 他走向迎接自己的人群 虽然一句话都没有说 但走在路上内心却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归属感 他慢慢走向守在那里的 伴随着庆祝的变炮声 永永的泪水挂满了双颊 整个认亲的过程中他一语不发 似乎并不想做出结论 老赵把他带进了屋里 取出了一张老照片 永永在照片上看到了梦境中的母亲 萧学琴和弟弟赵永宽 这张照片拍摄于1993年春节 第二年母子三人就失踪了 失踪的时候哥哥七岁 弟弟五岁 父子两人一点点勾勒起了当年的回忆 老赵还带他去了儿时最熟悉的地方 可赵大夫有个问题憋了很久 完全不知情的老赵问儿子 妻子萧学琴是怎么走的 当时赵大夫每天都在工地工作 1994年7月12日 他下流言四起 让他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早了两个月之后 老赵在自己家的家谱中写道 永永1994年6月初四 母子带起跑了 永宽1994年6月初四带起跑了 孩子的奶奶也因这场变故 让本来好生过日子的一家支离破碎 可原来建口亚村的样貌和 永永记忆中的家乡几乎是一样的 赵永永知道 他儿时的记忆和现实相符 那么对照自己的噩梦 弟弟不知身在何方 母亲萧学琴 或许已经遇害身亡了 永永拿出自己的话 把所有的细节都讲给了父亲 当天下午两人就找到了开疆县官局报案 民警了解了当年的情况 根据赵永永的描述和提供的资料 认为这起恶性的案件是真实存在的 后续通过亲子鉴定 确认赵大夫和赵永永是亲生父子关系 警方虽然想尽快破案 但时隔太久 线索又非常少 决定还是需要从赵永永的买家徐金驰那里入手 第二天民警和赵永永就赶到了福建莆田 面对警方的到来 徐金驰又怂了 马上松口 一改之前说自己是抱养的说法 承认自己当年是花了5800元 在阿和家买走了孩子 在徐金驰的带领下 这次顺利的找到了阿和的家 但阿和仍然没有找到 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 找来阿和的妻子刘洪 发现了他也是四川开疆人 刘洪是1993年左右被拐到福建莆田 被迫跟阿和结婚 警方也一度怀疑是他配合丈夫 拐卖了同乡的小孩 他为了尽早摆脱嫌疑 很快说出了丈夫的行踪 随后警方顺利的抓捕了阿和 经过审讯 阿和承认当年拐卖赵永永兄弟的事实 但并不承认参与了凶案 说当年两个男孩是在四川的三个中年男人手里买到的 对方其中一个人叫郑志县 对其他两人的情况一无所知 警方通过人口信息调查发现 郑志县现年58岁 四川开疆县永兴镇人 跟永永家是同在一个镇 2000年曾因为拐卖儿童犯罪被判刑6年 但服刑过后他离开了开疆县 不知所踪 鉴于案情重大 开疆县公安局将案情上报了四川省公安厅 之后在四川省公安厅的统一安排下 警方对郑志县进行了全国范围排查 很亏在福建将其逮捕 郑志县在审讯中交代 和他一起拐卖赵家两兄弟的人叫蒲激健 蒲激健当年也因为拐卖儿童罪被判刑9年 两人在1993年10月和1994年5月间 分别将本镇两名七岁男童给拐卖了 1994年7月份之后 萧学勤三人也失踪 有同村的目击者看到两个孩子 曾坐在蒲激健家的门前 赵大夫起初也认为蒲激健有嫌疑 当年警方也因此调查过 而且两个孩子就被囚禁在蒲激健的家里 具体当时是怎么调查的就不清楚了 总之结果很无奈 没有什么发现 后来郑志县和蒲激健因为其他拐卖案件被捕 自然不会供出这个案子 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了杀人 由于新的案情出现 2013年2月警方再次抓捕了蒲激健 10年61岁的他很快就如实交代 审讯的时候警员问他 两兄弟的妈妈还在吗 蒲激健摇了摇头 意味着已经被他们杀害 当时一起参与杀人的还有一个叫廖定杰的人 廖定杰得知蒲激健被捕以后 文讯跑路了 他当年参与杀人之后 就一直因为心虚 始终保持着高度戒备 蒲激健和廖定杰这两个坏老灯 原本是亲兄弟 蒲激健在家排行老三 人称蒲三丸 廖定杰排行老五 因为当时家穷养不起 所以他就被抱养到了廖家 由此廖定杰和蒲家 一直有着割不断的联系 通过这一波 警方开始走访蒲家亲戚的住处 很快就把这个老东西给抓到屋里了 犯罪协议人 蒲激健和廖定杰以涉嫌故意杀人罪 拐卖儿童罪被捕 犯罪协议人政治线没有参与杀人 因拐卖儿童罪被捕 随着审讯的进行 被拐卖的弟弟赵永宽的去向 也有了线索 阿和从四川买来兄弟两人之后 说他把赵永宽 卖给了一个叫阿发的人 沿着这条线索警方找到了阿发 不过阿发说当年他买了赵永宽之后 发现这个孩子很不听话 按他们讲话就是养不熟 于是以亏了两三千的价格 转手就卖给了别人 顺着阿发提供的线索 警方追查下去才得知 赵永宽当年被四次转手倒卖 最终被卖给了海边的一户无姓人家 警方在吴家看到墙上有个全家福 经确认照片中戴眼镜较无清发的年轻人 可能就是赵永宽 吴清发已经去了北京工作 在得到联系方式之后 赵永永当天就给吴清发打去了电话 原本期待着弟弟像自己一样 对家充满了期待尽早回家认亲 然而弟弟似乎对回家并不着急 要等明年再说 赵永永感觉对方有难言之隐 决定去北京 两人好好谈一谈 2013年3月12日 两兄弟被人贩子强行分开之后 到这一次见面已经过去了19年 对于赵永永的到来 吴清发并不激动 却并非吴清 他也曾向赵永永一直在寻找家人 但每次都失望而归 还曾经被骗子骗过 这一次眼前突然出现的哥哥 是真是假 说不出来 并不抱有太大希望 所以两人见面之后 难免因为陌生和不确定而感到拘解 先是随便聊一聊生活和工作之类 为了打破僵局 赵永永拿出了那一张四口人的老照片 到这一刻 他们确定对方就是自己的亲兄弟 看那照片你现在就确定了 对 有的时候别人不可能 会拿这一张照片 你觉得你们俩哪个地方长得最像 大家都说鼻子 我说我套鼻子 也像 赵永宽说 他之所以不着急认亲 是不想失去现在的亲人 当年自己被多次转卖 每到一家 不是被打就是被骂 稍不顺从就是又被卖掉 而现在这家人 给了他安定的生活 他觉得自己 就是这个家庭里的一员 一边是失去了19年的家 一边是养育自己的长辈 他感到为难 不想伤害任何一方 但在哥哥赵永永的劝说下 最终还是同意回到四川老家 2013年4月19日 宽宽也被哥哥带回家了 对于19年前那天所发生的一切 赵永宽也清楚的记得每个细节 他的记忆与哥哥的梦境是完全吻合 但不愿回忆那天所发生的一切 每回忆一次 心都像被刀扎一样的痛 也从来不向别人提及 警方对犯罪嫌疑人 普吉健 廖定杰的审讯 有了新的进展 他们终于承认 当年杀害了萧学勤的整个过程 1994年7月12日 是永兴镇赶集的日子 那天廖定杰来到的普吉健家 准备借钱 得知普吉健正在策划一个行动 说准备拐卖几个小玩 一个能赚好几千 希望弟弟能入伙一起干 对于这个丧良心的计划 两人一拍即合 那天31岁的萧学勤 带着两个儿子去集市买东西 因为家里条件不好 他穿的是从邻居家 借来的一双良鞋 兄弟俩更是赤脚 走了一路到镇上 中午时分 两人牵着妈妈的手 走到热闹的集市 突然街边一个小门市房里 一个男人在招呼他们 那人就是普吉健 喊着萧学勤进屋 说请他帮忙给同村的人 带个信 热心的萧学勤就答应了 跟着走进了房子 并没有意识到危险即将来临 两个男孩就坐在门口的凳子上 等待母亲出来 却突然听到屋子里传出 非常大收音机的声音 普吉健把收音机声音开得很大 以掩盖和干扰呼救声 可在嘈杂的声音当中 兄弟俩还是听见了母亲的惨叫 他们又被一个男人带进屋子 却看到了终生难忘的凶残一幕 普吉健和廖定杰两人 正在对母亲行凶 那些刀除他背后头 多管两刀 虽然孩子们在旁边苦苦的哀求 但早已被金钱冲昏头脑的两人 当着两个孩子的面 在他背后刺了两刀杀害了萧学勤 要说的是他们并没有用到赵永永记忆中的注射器 普吉健和廖定杰两人在杀人之后 把两个孩子囚禁在一个房间里面 两个孩子曾试图顺窗户逃走 但被普吉健抓回来之后 就是一顿棍棒毒打 此后为了防止再次逃跑 开始给他们吃安眠药 于是两个孩子始终处在意识模糊的状态 以至于他们当时分不清经历的一切到底是梦境还是现实 又因为当时的场面太过于血腥 哥哥永永受惊吓过度 极度的恐惧让他的大脑有意识模糊了那段记忆 他不清楚母亲是不是真的被杀害 那段记忆也转变成为他成长过程中挥之不去的噩梦 直到后来长大 意识才慢慢觉醒 兄弟两人在普吉健家里被关了一个星期左右 有次他们清醒之后就被带上了火车 一路到了福建省莆田的农村 他们在阿和的家里住了几天 弟弟被以7500元的价格买走 兄弟两人在痛苦的哭嚎中被人强行分开 就这样永永再也没有见过弟弟 永永在阿和家待了 徐金驰家里很穷 有两个女儿为了要儿子 他不惜借来5000多元买了一个 1994年欠下了这一大笔钱 以至于后来的生活十分艰难 永永到这个家以后就有了新的名字 徐扬 他从来都吃不饱饭 可所有的家务和做饭都由他来做 此外还要干农活 下地插秧并喂养上百只鸭子 只要做不好就会遭到一顿暴打 有一次他实在是饿得受不了 偷吃了家里的东西 徐金驰就把他绑起来 关在厕所一夜 逐渐长大以后 永永对买家始终是心怀恨意 直到他离开都没称呼过他们爸妈 扑基建杀人后对当年行凶的屋子进行了清 后续又长年租给外人 现场已经很难提取到线索 只在房门和放置了十几年的柜子腿上 发现了陈旧的血迹 可经过DNA鉴定 结果显示血迹属于犯罪嫌疑人扑基建 扑基建交代他在19年前杀人以后 将尸体分三袋埋在了后院 2008年又将其中的两个袋子挖出来进行焚烧 并散在了屋后的菜园里 2013年3月警方在扑基建后院进行挖掘 警方的挖掘工作持续了4个小时 找到非常多焚烧后的疑似人骨的碎片 用来装尸体用的塑料袋碎片 以及捆绑袋子用的绳索 还有一只烧化的白色塑料梁鞋 为了找到最后那一代没有至此 一场隐藏了近19年的案件 真相大白 2014年8月四川省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一犯故意杀人罪判处蒲济健死刑 判处廖定杰无期徒刑 母亲的仇报了 父亲和弟弟也都找到 在乡亲们的见证下 父子三人曾拥抱在一起 当新节已经被打开 人潮退去 舆论逐渐平息 可他们却并非如赵永永想象中那般圆满 尽管有着血缘关系 但近20年的分别 让父子三人间筑起了一道 无法越过的高墙 早已没有了亲情和温馨 剩下的只是尴尬和无措 父亲在他们失踪寻找无果两年后 重组了家庭 和妻子共同生活十多年 也盖了新房子 他们无法融入到父亲的家庭中 继母也有自己的孩子 和这两个找回来的儿子关系十分淡漠 让他们感到那个小时候的家 早已经不存在 每次去感觉就像是住在别人家里 后来几人又因为肖学琴的安葬问题 闹得很不愉快 所以联系变得越来越少 小时候亲密无间的两兄弟 也因为长年的分离生活轨迹不同 相认后平时很少联系 也没有勉强彼此去磨合 都回归了自己的生活圈 赵永永依然独自在广东经营着预期生意 赵永宽在北京做建材生意 早已成家立业 或许在心里默默的祝福 知道对方平安也算是一种安慰 虽然永永曾被困在痛苦的回忆中多年 但他说会积极生活 不让母亲失望 希望所有走丢的孩子们 都能找到回家的路 以上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 到最后 别忘了点赞热辣机 我谢谢你了 拜拜